兄弟们你觉得你真的会和女生聊天吗 你问他吃了没 他说吃了 问他吃了什么 饭气炒蛋 你们觉得这个是聊天吗 反观那些渣男啊 随时都能和女生聊的有说有笑 是不是非常的不理解 今天呢就用这个视频 教会你四举渣男常用的万能话术 看懂了你也能够通过聊天 就让女生爱上你 这位兄弟他找到我说 楚儿你好 我今年三十多了 自己呢做的要小生意 喜欢他半年多了 为了和他在一起啊 前前后后花了将近三十万 明示暗示呢也有了很多次 但他都没有回应我 所以我前阵子趁着他生日和他表白了 因为都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就当着大家的面 和他说了很多的真心话 这一次他不像以前那样敷衍 而是很认真的给我发了一张好人卡 到家之后啊 我听朋友和我说 是他对我的感觉差了点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我付出了这么多 那差点感觉是什么意思呢 他为什么就是不答应呢 我真的是很喜欢他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 各方面都和我很合拍 各种方法我都试过了 都没用 也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这才找到你 希望你一定要帮帮我 那相信很多兄弟啊 都被女生拒绝过 但是女生拒绝你 真的是因为你们不够帅 不够有钱吗 并不是 而是你没有让他对你产生兴趣 没有让他产生崇拜感和探索欲 那要怎么做 才能够让女生主动的想去靠近你 主动找你聊天呢 很简单 只需要学会这四个聊天话术就够了 但是切记 说这四句话的前提 一定是基于你对女生的感情是真挚的 而不是随便发给任何人都能有同样的效果 所以呢 如果屏幕前的你在追女生的时候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这四句话你一定要学会 接受之后啊 我定制了提升计划 兄弟呢也严格执行 整个人的状态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那既然自身状态调整好了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我让兄弟给女生发了第一句话 有时候我真的挺羡慕那些渣男的 这里呢我们随意自然的一句话 打开话题的同时啊 勾起女生的好奇心 女生回了一个问号 我们继续说 毕竟都说长得好看才叫渣男 而像我这种一般都叫那个男的 然后配了一张好人卡 一句幽默的自嘲啊 顺带提起了之前 女生给兄弟发好人卡的事 既不会显得刻意 又不会让女生不适 那女生此时呢就会觉得比较轻松 更愿意接话 女生回了 内涵我呢 有话直说 我们回 没有 我只是觉得像你这样 能够大大方方的拒绝我 也不算什么坏事 这里啊 我们展示自己的框架 让女生感受到兄弟是一个 有态度的男人 拿得起放得下 女生接着说 所以呢 我们说 所以这也是一开始 我为什么喜欢你的原因 但接触下来才慢慢发现 你虽然看起来很好相处 但实际上 很难能有人走进你的心里 这就是今天 要教你们的第一句话 运用的就是 心理学中的 灵魂认同原则 当今社会呢 绝大多数人的内心 都是孤独的 渴望被认同 被爱 但又爱于传统观念 羞于表达 所以总是希望 能有一个人出现 看穿自己的坚强 发现我们的脆弱 然后奋不顾身的爱上我 这句话呀 适用于拉近关系的阶段 女生看到这句话呢 她就会感觉你很懂她 说中了她的心声 女生回了 或许吧 我们继续说 就像那天 我当时大家的面向你表白 是因为我觉得 你应该会答应 但实际上 你却没有真正的接受我 但也是因为被你拒绝 我才更加坚定了 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女生回了 我都拒绝你了 你还觉得是对的 我们继续说 因为这件事 让我看到 你是一个很有自己主见的人 不会盲目的 听取别人的意见 也不会让自己委屈求全 被迫迎合 这个就是第二句话 运用的是肯定心理法则 每个女生都喜欢被肯定 而肯定又分为两种 一种是外貌上的肯定 一种就是内在的肯定 外貌上的肯定 每个男人都会讲 这也是为什么 女生喜欢听别人夸她 但是不喜欢 只听到对方夸她好看 而对内在的肯定 是能够给女生 带来很强的情绪价值 女生也会不自觉的 想要去靠近这样的男人 这里女生回了 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这么有觉悟 我们说 可能你以前总想着 怎么给我发好人卡了 女生回了 哈哈 我可没有 我们用一句轻松的调侃 让聊天的氛围 不再那么严肃 看到女生情绪不错呢 我们说 其实啊 是因为每次看到你 假装坚强 委屈自己迎合客户领导 我都挺心疼的 其实我知道 你也是一个需要被照顾的小女生 也想找一个肩膀靠一下 就是我要教你们的第三句话 感同身受心理 每个在外独自奋斗的人 尤其是女生 她们平时都会把自己伪装的很强大 很独立 不需要别人照顾 但是其实呢 在她们的内心啊 比任何人都渴望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人 让自己休息一下 可以在她们的面前卸下伪装 做回自己 而我们的这句话 就刚好能够满足女生的情感需要 这么一来啊 女生就能够感觉到兄弟非常的懂她 女生回到 你想的太夸张了 更何况我自己都不觉得自己有多好 根本就不值得你付出那么多 而且我一直想知道 你为什么那么确定就是我呢 看似女生这里还是在逃避在后退 但其实这只是她内心的最后一道防线 因为大兄一直以来的真诚 他都没有证实过 这次呢通过我的帮助啊 女生才终于的意识到 这么久以来 她的背后竟然一直有一个这么好的男人 在默默的陪着她 我们说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第一次见你吧 其实啊 当时我就只是想知道你的名字而已 但我这个人有点贪 还想跟你做早餐晚餐 想陪你散步聊天 想成为你的依靠 想你在我这里做回你心里的那个小公主 想你以后心里只有我 更想和你有一个以后 这个就是我要教你们第四句话 和前三句话不一样 最后的这句话呢 我们把聚光灯打到自己身上来 没有人不希望自己在对方的心里 是被偏爱或者被例外的 尤其是女生 所以呢我们的这句话 可以把女生的成就感和价值感拉满 任何女生都没有办法拒绝如此懂自己 还把自己立为唯一的灵魂伴侣 那到这儿呢 女生没有再回消息 而是打了一个电话过来 两个人呢聊了半个多小时 电话那边啊 女生一直在哭 兄弟呢也没有像以前一样急着去哄 而是静静的在电话这边陪着他 听他发现 后来啊大兄弟又在我的帮助之下呢 和女生进行了几次约会 两个呢终于修成了正果 今天的这四句话啊 不是让你们原封不动的照搬给女生 而是结合你和女生的现阶段关系 以及她的性格 和对你的好感度酌情使用 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呢 来找我帮你 如果你想要学习 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信息声让他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求生相亲了 和他们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X5388 我祝你 如果想听下不上 请看我最新视频的结尾 记得我的最新联系放手 拜拜